為了要讓青少年朋友了解台灣未來的戰鬥 彰化館三位民進黨集的立委 在八月齊齊齊兩天 共同主辦第一次半線新芽 彰化青年贏的活動 邀請到很多為當中集的臨書正來演講 跟青少年朋友作為創作台灣的未來 彰化館是全國第一大館 但是在台灣少子化影響幾乎 讓青年朋友換了到其他的關係 彰化館目前是真的需要青年合作 等到彰化講很信賴 所以彰化館三位民進黨集的立委 就要這群隊對台灣未來最多有見解的講師 來到彰化 基本是由半線新芽彰化青年營的活動 看這個半線新芽的青年營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年輕人都非常的關心 地方的事情還有國家大事 所以透過這個半線新芽青年營的活動 讓我們彰化在地的青年能夠得到更多的一些訊息 那也這個青年營當中也邀請很多的講師 來自環保的 也來自這個政治界的一些政治人物 還有一些律師 那最主要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青年營的活動 讓我們的青年朋友能夠更加的了解 我們現在的這個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未來希望能夠推動的什麼樣的政策 那讓我們的所有的青年能夠共同來參與 我當然是兩天 這兩天裡面包括我們有邀請我們彰化館 全部都是跟我們彰化館有關的工師 來講一些我們彰化館的事情 甚至國家的事情甚至全世界的事情 包括這個經濟的儀態 國際的儀態 環保的儀態 甚至文化的儀態 甚至歷史的儀態 都在這兩天的這個客廳裡面 會來典型 當然也希望我們這裡所有關心的少年家 只要五十八歲以上 這些少年家 有議員 都可以來報名 參加我們這個青年贏的活動 兩天一面的營食營 希望可以在青年邊 因為新來建立民主的種子 剩下台灣最怕的困境 為台灣的未來來農料 新中華新聞北冰林中華 採用報導